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就是精进 你干什么都得精进 你不精进就成就不了 所以说精进波罗密 在居住一切诸事 特别是安忍 你修这个安忍 你修了两天 然后你隔山半个月 一个月又不修了 遇到事情又退回去了 也没什么作用 等于没干 你又重新修两天 这个安忍波罗密 你要持续的修 修到一个量 遇到事情的时候 烦恼就能够用安忍的方法 一下就对峙下去 干什么都要精进 你那个菩提心 说实话还是没有发到位 发到位了 你哪里还有时间去玩别的事情 别时间了 根本就一刹那都真的没有时间了 就要想利益众生 因为众生很苦 众生都在苦海里面 你讲到众生的苦 你哪里还有时间 去玩别的事件法 你都想尽快让自己修出来 让自己成就 不管成就多大 只要能够利益众生 至少你的菩提心不退转 还有握空性的阵线 那你就可以勇勇的利益众生了 你不一定要什么成佛了 成佛是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成的 但是你一旦具足了菩提心 那么其他的一切法都会具足的 因为当你真的具足大悲心的时候 一切佛法皆如滋掌中 为什么 当你真的有大悲心的时候 什么叫大悲心 你看到众生这么苦 你真的是连吃饭都吃不下 睡觉都睡不着 你心都没有一刻安宁了 你的心都安不住 你都没有办法让自己能够 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除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以外 就像你看到你的母亲掉到火坑里一样 你这个时候你哪里还有时间干别的 你设想一下 如果你今世的父母掉到火坑里去了 你还有时间干别的吗 你还有时间想别的事吗 我想应该没有了 真的大悲心生起来的时候 就是这种感觉 你所有的父母都在火坑里 你还有时间去干别的吗 没有的 所以说记住大悲心这个法 一切活法 皆如智障中 自然就会生起来 功德 你有大悲心的时候 你这个布施波罗蜜 什么慈戒波罗蜜 暗认波罗蜜 自然而然的都会到位 禅定波罗蜜 你不修自然都会录 你心里没有别的 到时候自然而然就录那种大悲惨了 因为你心都在大悲心当中 不是大悲惨了 大悲惨 大悲三昧 我们天天教大家修菩提心 以自己如果真的去观想一下 你的母亲现在在火坑里 你还有时间想别的吗 我想是没有 你肯定没有时间的 你根本坐不住啊 你还有时间生烦恼吗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